大家好 我是阿栋 我现在是在三西洋局 这里呢是万里长城的一个 显耀关口 娘子关 在娘子关呢 它是位于这个三西河北 两省的一个交接处 也是一个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啊 这里有快时刻 娘子关 前面呢有一个城楼 最上面呢上面写的是天下第九关 最前面呢有符字 是京畿翻平 它这里呢是南城门也是内城门 它这个城楼呢是修建于这个门洞之上 好 我们现在开始到上面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路呢 是非常难走 是这个石路 它这个石路呢年代也是非常久 在上面呢也是非常滑 都被走出了包江 我们现在开始走过前面的门洞 去登长城 它这个门洞呢并不宽大 要登上这个天下第九关这个城楼呢 首先来到的是一个关地庙 这个呢就是这里的关地庙 并不大 它这里呢也是有主电有侧电 在正面对共呢是有这个系楼 电话呢虽然不大 但是该有的还是应有尽有 在这个戏台的旁边呢就是这个城楼 树将楼 这娘子官呢他原来叫韦泽官 在后来呢在唐朝 唐高祖李月 他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明 她的姐姐在这里驻守 在他的日子期呢呢 据说是常常是身不离安 手不离刀 表现的是异常用满 就是在后来他与这个财少将军结婚之后 仍然是不往军中生活 他这里景色呢也是非常好 这是一个天然屏障 在这个位置看这个河水呢 是依然能够听到这个波涛流水声 非常的壮观 在这个树将楼 他进去之后呢是里面供奉了一位女将军 这女将军呢他应该就是这个李世明的姐姐 平阳公主 现在我们从这里开始去登上长城 他在去上长城的这个路呢是非常的陡峭 也非常的窄 而且台阶呢也并不宽 我是四一的脚 现在呢好在他一侧呢有这个栏杆 可以边往上走边抓住这个栏杆 现在越往上面上呢 这个台阶呢就比较宽一些啊 这娘子关呢他是山西河北的一个天然屏障 也是一个重要通道 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的关口 他这里的地势呢是十分的险要 在战王史丁呢为这个中山国 所修建的长城关口之一 在北魏史丁呢在这里设立韦泽关 在唐朝是承天军 宋朝呢又设立这个承天寨 我们在这个长城是一路走来是非常壮观 他这里适中呢是群山耸立 而且呢地势是非常险要 这个位置呢非常高 我们往下看 我们在这个娘子关 现在所看到的是景色秀美 风景非常漂亮 但是在立朝立代呢 这里都是一个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知道来到这里呢 才明白在苏东所看到的 这里是多么的雄壮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长城的堕口呢 都有这种的弧度 如果是发生战中呢 利用这个弧度进行作战 可以对这个士兵提到更好的防御 这个长城呢也可谓是万言曲折 现在我们继续往上去走 四中呢全是群山耸立 在万语长城当中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山海关还有军阴关 在长城当中 每一只的关口都是非常的重要 这里呢是一处的烽火台 在古头呢这个烽火台 作用呢也是非常大 在这个长城处呢 每一段距离设置的烽火台 是日子的聚业 夜子聚火 可以传达低情 它这里面呢是可以上去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门洞 我们从这里到这个烽火台 上面去看一看 走到上面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山色的秀美 还有群山的壮观 在古头呢 那士兵也可以在这里 起到这个疗往敌情作用 从这里往下看呢 也是一览无余 这个长城呢 它在中国的战争史上 是价值是非常高 它是历朝历代都有修建 这个长城呢 它还可以说是这个 勇武民族和这个龙贡民族 应的分析线 因为在这个古头呢 这个长城以内 也就是关内的人 这个汉族化朝呢 它多数以这个龙贡为主 而这个士兵呢 都是以这个步兵为主 而这个勇武民族呢 都是以这个骑兵为主 如果是没有这个长城进行阻隔 它没进行骑兵 一路走来 如履平底 这就相当于在二战时期 这个坦克在大平原上一样 这个步兵面对这个骑兵呢 可以说它的优势呢 是非常的小 这个骑兵呢 它会驻马持刀 可以说呢 不用什么力气 就可以砍瓜切在一样 切到敌军的脑袋 而且呢 这万马奔腾向你走来 这对步兵的心理 也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心理压力 它这一楼呢 在这个市中呢 都有一些小的倦怒 可以瞭望敌情 长城呢 它从战国时期就有 在这个秦子皇 统一六国中呢 它修建了一个万里长城 所以呢 在历朝历代都有修建 它的长城呢 击这个防御敌人 起了非常大一个作用 特别是这种 在这个山神之上 起了一个天然屏障 利用秦山的耸立 还有这个天然的地势的险要 可以有效的抵挡这个敌人进攻 两者官呢 被称为这个三斤的门户 从古到今千百年来 这里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大战 在明朝呢 这个北方蒙古来到这里 这个黎智成 当时呢 也是来到这里 在八国联军时期呢 这个德国的元帅 瓦德西也发起过进攻 在1937年 这个日军呢 也是进攻过这里 在这个1940年八月呢 八日军进行了百船大战中 这个娘子官呢 也曾被作为战场 它这个长城呢 很多地方呢 都被这个刻仓制 而每一面都有非常多 再往前面走呢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烈士纪念碑 它这里呢 是有这个碑基的石刻 有两块石刻 一刻是功德碑 它一刻它上面记载了 是为了纪念 在战争中 还牺牲着 娘子官籍的儿女们 革命烈士纪念碑 烈士纪念碑呢 非常高大 是背靠军山 前面呢 非常开阔 事业呢 非常好 虽然呢 他们已经逝去 但还是依然 看似着 这片河山 在这个景区所展示的长城呢 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 这娘子官呢 他果然是这个义夫当官 五百夫母开 我们来到这里呢 看到这两边 群山耸立 前面非常开阔 如果是在这里有名的 可以看到这个娘子官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 这次当TC来到这里 才能感受到这里的雄壮 像在战争中牺牲了革命烈士们 致敬 现在呢 这个长城是已经不能再往前走 我们现在开始返回 前面那个地方呢 是娘子官的渡美 它上面呢 有这个平台城堡 像是检验这个士兵 还瞭望敌青所用 这里呢 是渡美 它上面有字 是直立娘子官 我们现在开始走入梅洞 进入这个官城街 进来之后呢 看到一棵古树 这是国怀 有1200多年的律史 它这条街道保持的 还是非常的古朴 聚集的呢 这里很多的居民呢 都是这个明清时期的 军户的后裔 它这里防任的 非常古朴 都是用这个大块的砖石所筑成 我现在呢 是又已经来到了这个 娘子官的出入口这里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 长城的重要关口 娘子官 这里呢 依山暴水 是一道天然的平照 它这里的明票是27元 我嫁来呢 由这个娘子官 入阳穴 入常山 然后呢 是进入山西北境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 我们下个地方见 我去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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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